各位晚安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黃色經濟圈 即是黃色飛機圈 和和大家更新一下 之前葛泰的員工 和施安娜她的近況 話說這裡有個帖文說 我想找深黃的女朋友 找一些你現在40歲 通常找到40歲 自己可能都五六十了 有空一起去黃店吃飯消費 歡迎加我或者PM聯絡 感謝 不要見到希望才去爭取 很多時候是要去爭取才會見到有希望 是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在Facebook找她的名字 跟著聯絡她 唉 真是吐血 那這個 她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搞一次團購 就說這個寶碧這個牌子的紙巾 就說30元一條 一條入十卷 至少買兩條 又說會捐3元去星科 或者612 在灣仔地鐵站或者附近交收 交收先收錢 希望不要放飛機 不是賺錢的 有興趣可以以下留言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大陸做的紙巾 尤其是圍洞或者圍洞 這件事呢 我覺得出發點呢 我已經不想深究了 但是呢 你有沒有可能叫人買幾條尺尺 要去約時間 要去交收 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 也是現在很多 所謂黃色經濟圈 裡面自己正在做的人 很多的傑作 你想想你買兩條尺尺 你特意去找這個人 然後還要去 還要去約在地鐵站交收 就是現在很多人買幾條尺尺 其實都會上網買 或者是你有車的 開車去馬魚南就走 你不會去 你的鐵站交收 就是最近我還聽到一種說法 就是指幣 就是現在他們又不喜歡匯豐 又不喜歡中銀 又不喜歡恆生 然後用細行 上條片講過 然後就有些人是 簡直搞笑到 就是會說自己在自己的圈子裡面用錢 就是可能在一個鈔上面去抹些記號 然後就自己圍內用 就是他們所謂的黃色經濟 因為又不想用霸通 又不想抑港鐵 又不想所謂的被壟斷 然後又不想好遲 你想想 直接是反轉 打轉頭來走 有沒有可能買兩條尺尺 在地鐵站交收 我覺得匪如所思 然後這裡有一個貼文就說 什麼時候才是時機成熟 香港 連最基本的軍力都沒有 很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叫香港獨立 很期待 希望不用等到2047 這些post最近都很多 明天12月28號 就說要大搞元朗 其中一壇 我想都可能是唯一壇 就說在天數為銀座那裡 你看到那些學生戴了豬嘴 口罩那些頭盔 就說要蒙蒙初心 延續革命 那 拿了一筆反對通知書 就是都是繼續 其實都很想 我知道 不要說是望不望後 總之一幫人很想是繼續 延續之前幾個月的那些激烈 就是很想 不要現在就停 一直都是繼續善人追 但是你看到那個力 其實是 弱了很多 那 都說到 Ciona 之前就說要被國泰炒了那個 因為 她之前做過事 我就不多提了 你們可以了解一下這件事 如果你們不清楚的話 那現在呢 他們就說 這個人就說 要去入稟 告這個國泰無美解僱 那因為她之前呢 就在工會那裡 那邊 那些人 就是把工或者在機上搞搞震 總之去做一些 行為 其實我覺得炒已經是最低的懲罰 那現在她說 被無理解僱 各樣東西 我覺得那個奇怪的位置是 其實 好了 因為你現在被無理解僱 請回來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會回國泰做呢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件事 又是很無賴的 你說要罷工 要怎樣攬炒 那現在你自己被人炒了 然後 你又要怪別人 啊 為什麼你去這樣對待我啊 為什麼 就是 又說去入稟啊 各樣東西 怎樣不合法 就是這些就是 好像 永遠都是 錯呢 就扔著警察的 但是 自己是怎樣做呢 都是沒有問題 你看到現在 全面那幫人都是這樣 就說如果撐警走怎樣怎樣 但是 尤其是上來 她和她的家人 是一定會報警的 然後 這裏呢 就有條片 就在24號那晚 你看到現在教會那些人 是有多恐怖 就是拿著十字架 穿著那些帆 好像出去報街陰 但是 他們喊著那些口號啊 戴上黑口罩啊 朱宅啊 甚至那些牧師 就是聯群結黨那樣 帶上一些教員出來 在那裡喊那些 掃琴啊 就是 還拿著聖經的一些故事去 去支持自己 這個呢 講話那個人就是 快別啊 譚德智 有些人就說 譬如基督徒 如果你們看黃 就會說 這一小撮的人 不代表基督徒啊 不代表教會啊 不代表教會啊 或者說他們只是 披著教會的 為什麼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實際上 教會的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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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黃 很黃那隻 有些就 在心裏面黃 但是就不敢做些什麼 都多的事 你看到這班人 除了 就是 拿著十字架 穿著那些帆之外 其實做的事跟那些黑人 根本有些分別 都會說 要看那些行為啊 各樣東西啊 跟那些流氓 有什麼分別呢 對 全部都可能是 每一家教會 可能是寧堂 和那些神聖的珠咀 那些什麼中華基督教會 全部都是同一個舞蹈出來 對 之前我想大家都看過 什麼神聖的珠咀啊 怎麼要耶穌祝福他們啊 說很多一些基督的事情 去支持他們 做的事情 你看一下 這些人經常說 有什麼基督的榜樣 怎樣成 這些究竟是做了什麼 丟人家岛志國 並遊奏 百貨 誰去看看 每一洞 自己去看看 自己去看看 你不用多 愛沒有 既然老奈子 中文字幕提供 参照香港社会的处境 参照香港人的心声 耶稣的教训是天国福音的教训 耶稣的天国就是盲的人可以看到 被老的得释放,受捆绑的得到自由 这是香港今天的处境 2000年前耶稣各国的以色列 犹太国是忘了国的 所以2000年前的犹太人念念不忘要復国 要讲光复 很呼应香港今天的环境 我们都是讲光复 都是一个暴政强权底下 所以耶稣呼应当时的复国的心志 耶稣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 是彰显公义 所以我们今天 耶稣的信息不单止是讲爱 不单止是讲关怀 不单止是讲修复我们的仇恨 亦都是要彰显公义 把真相讲出来 是吗?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的义子 耶稣是父神 是一个想善佛我的神 像创世纪里面的罗亚 我们大家知道用洪水毁灭世界 有良知的警察 如果今天还有 他们不用担心 黑警死全家 不是讲他们 如果还有好的警察 如果还有良心未跌的警察 黑警死全家 这个是奏座 在基督的教训里面 上善佛我 是一点都不容易 轻轻賴过 这个是基督信仰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光明和黑暗 是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今天 你要唱我们的诗歌 是把今天香港的处境唱出来 你要把盼望唱出来 正在这的时候 基督徒是会说 聖诞快乐的 这一家生活这么艰难 怎样快乐 基督教二千年前 他们也是很艰难的处境 耶稣的遭遇 以色列人的亡国 但是他们仍然说快乐 为什么呢 指望中有喜乐 有盼望 好像今天香港一样 受到这么大的打压 我们仍然是无具威吓的 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 平安夜 我们希望平安 但是似乎周围 我们知道周围的环境 香港十八区周围都很不平安 但是我们仍然站出来 用我们的脚 用我们的诗歌 用我们的歌声 表达出 香港人要说的话 好吗 好 好 好 我们一起继续唱 Eh 好 我 unk 好 好 niez麥克風 無敬荒謀 無敬荒謀 不見人 考 filmmaker 有些人與點擊 四腳無線 光太平閣街 四胖定的ükame 客cell殮皇 死亡地 死亡地 国债永远家 死亡地 死亡地 国债永远家 克弃死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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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边啊